壞尾頭的這麼壞 1、2、3 OK 我們好像要燉了 我們德哥要帶那兩個兄弟回去 我們就一起玩其他東西 這個是Spawn 花輪日出了Spawn日 我那天在店裡見到 一見到衣服 馬上不用想了 馬上付錢 無論價錢和外形 如果大家以前 還有20年前 有追開墨花輪的Spawn 你現在20年後 看這些可動的Figure 是很開心 因為之前他們出的 大部分或者七、八成 都是不可動的 最恐怖的是 跟20年前的價錢差不多 這個真是滅殺 這個類似西部牛仔 那樣的Spawn 它的價錢分是170元左右 哇 而這個這麼巨型的怪獸 都是三百多元 三角魔和這個Spawn 這次其實 這個系列本身沒有記錯 它是出了四隻 還有天使 還有天使 還有Riffen Spawn 我自己本身也有買到Riffen Spawn 因為Sorry 我都拿不到過來 今天太多東西 所以變成 今次介紹的 先玩兩隻 好 我們是否還有一個 下一個 下一個 好 那就看看這個 哇 這個真的很瘋 這隻 可不可以買 是 德哥 你有沒有印象 它是怎樣出場 完全沒有 沒有的 是 只是插畫 會不會是那些 未必 本身其實它每一個 character 其實除了做過封面之外 在漫畫裏面 都有它們的 是 有它們的市場 和出場的方法 OK 看到這個 開頭我看收單圖 都覺得非常漂亮 而 變成特務 更加是外包織手 是 很驚艷 很驚艷 你看到 那些 看回它那個 長衣的剪裁 以往的 Spawn 是比較硬 這次這個 戴得比較軟 變成你擺的動作 就沒有那麼死板 就不用買保險 都可以拿到 身上有很多不同的 唉 有很多不同的 毛骨 或者釘釘 這些 這麼漂亮的細節 而 腰上的那些 子彈 都是全部有上色的 是 它後面都有 它是木器 褲的折紋 或者是上高的小包包 基本上 如果你買回去 你有心思 滲一下 滲一下衣服 或者加一些舊花 基本上 這隻東西都是一個 非常漂亮的產品 其實我沒有買它的原因 是它脫不了帽 它脫不了帽 只是這件事 以往蜜花領那些是不可動的 這次它保留了外觀之餘 二十多個可動關節 可動關節 變成非常好玩 你看到 一般美換有的關節 它都有了 糟了 我都中了 你又中了 真的值得買 整個系列都值得買 在官堂那間買 有了 官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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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我們也有 尺寶貝勞名 是 哦 好 看見頭 這個頭比較有趣 它是 踢毛是脫不了的 而最好是 它的頸子的啞鈴 是上到這裡 我拔過它出來 就是裡面的啞鈴 哦 哦 這就是奇巴的設計 很有趣 背部有一個袋 可以相處一支長的窗 而旁邊有兩把短的座椅 那你就可以做西部客的雙窗造型 它的照片在這裡打燈 好像有一點點 泛綠光的感覺 是的 我就是喜歡現在的 Spawn的眼上色很漂亮 很漂亮哦 你看看 螢光綠的東西 它真的好像燈光打起來 你看到嗎 好像真的有燈 這個基本上你看到它是 沒有死角的了 那以性價比來說 一百多元 好毒啊 有一隻這麼漂亮的Spawn 真是 不能說笑的 問題是 到底你懂不懂得玩 因為呢 玩得Spawn的那些 其實可能都是 未必是一些新的玩家 哇 如果它能夠再仔細一點 剛剛這裡 你看這個大腿 這裡 這裡不是很仔細嗎 這個位置 其實有些小刀在這裡 如果這些小刀都拔出來 那也不應該不行 因為它其實 它可能在價錢上的定位 這個算多武器 是的 因為其他角色 通常都是一件武器 OK 那這個就算超值的了 好棒 而且這隻鞋 這裡也是很精彩 你看看那些牛仔 牛仔齒輪 齒輪 好 好 接著看看你那隻怪獸 很多人的敵人出場了 嘩 哇 這隻又是 神經病的 你看看 你可以跟它比較 對 因為我認識這隻 三角魔 對不對 對 三角魔 就是以前玩街機的那個 Spawn 如果你有創作過一年 就應該有玩過那個Spawn 在Gym Class也有移植過的 那就是 蛇槍遊戲很好玩 而且它是不是也算是 第一代的Spawn的敵人 不過 算是 一路都是縮敵 差不多 更加縮的 都還有 但這是一個很出名的敵對角色 確實是 大家可以 現在看到那個螢光網 它是超級巨型 大隻 還有所有的鱗片 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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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東西都是 雕出來的 好自然 這隻 如果去除了關節 基本上 作為雕像也不為過 不為過 絕對不為過 但是整隻的感覺 是非常立體的 很立體的 很立體的 這樣吧 如果喜歡怪獸的朋友 這隻真的不一定 還有它的尺寸 超級巨型 因為上山魚的 那些 好像那些輪 尤其是關節的 是沒有上色的 而看回這個 三個摩尼 看看 靠近一點 這位 連這個 手肘轉輪的位 都是 補了 有顏色 和有細節 有輪片細節 是完全沒有破彈的 對 很厲害 近一點 就有墨甲工具 做出現 換了細節 嘩 這些 嘩 眼睛也是蜂巢型的 你看 背脊尾龍骨 那些 多漂亮 這個真是 神經病 但是 有個小問題 就是因為它上身太痛 下身太幼 站是有少少難度的 還有膝蓉哥有少少軟 這個就是它的小小缺點 而它的頭部都可以轉動 輕微轉動 還有一個很鞋臭的下巴 都可以開合 它比以前我們玩的 Spawn的三個怪 它就狀眼了很多 以前是比較瘦的 很幼身 很幼身 現在這個 整隻大隻就好很多 這個真的是怪獸 好 我覺得這個是 還有很大隻 有揹著這張書槍 是的 喜歡再新俠的朋友 雖然未必會很熟悉它 但是是帥氣的 非常之正的 對方同時推出了一些 Sustainit之類 發現Spawn的級數是 高得到很多 親生仔 親生仔真的不同 還有他們之前推出過Mandarin Spawn 還有推出了兩款 你要推推Spawn 其實我相信 三款是吧 一個比較大的 另外有一隻別式 高得到 另一隻正常式的Mandarin Spawn 所以它本身有三種武器 是的 所以要齊款也是適合 這種系列出了第幾部份嗎 整部份都是它們的 可以出第幾部份嗎 它沒有特別說這是第幾彈 是的 一批一批 但是多個喜歡Spawn的朋友 都是一個好消息 始終整個Spawn的系列 是用一個可動的方式來reboot 變成了 你又想回之前我們早前介紹過 墨花嶺的Kickstarter系列 我想是自從那個爆出來之後 它真的正正式式回歸和大家見面 是的 其實如果對比起Kickstarter 那些 你們覺得是非弱性的再升級呢 其實升級就沒有 因為本身的Kickstarter 那三隻 在質素上 都真的頂班 但是也有一句 你這個系列 用這樣的價錢 你看回這個三角摩 這樣的質素 多麼細節 你給吧 不要管它 什麼東西 你多給一塊水 我都不覺得它貴 對 還有 這些膠都摘死你 這隻是三百多元 如果這隻 就算是讓鞋子補出 我想這些要是斬件形式出 或者都應該賣成差不多八百幾 九百元 過千都不到 所以如果它能夠放大一點 我覺得它只是Hot Toys的級數 但是會不會再比Hot Toys更強 我不知道 就是Hot Toys的級數 可能會收你三千元 就是特意算什麼 雖然我們說得很誇張 但是我們是沒有收錢的 這個真的是吹瓶 可以買的 我們很想收錢 我們很歡迎不同的廠商 我覺得我們可以吹到 找我們 OK的 好 就是這樣了 好 我們簡單說完這次了 希望下次有其他不同的商品 都可以和你介紹 拜拜 謝謝 嘩 這隻鵝真的很漂亮 嘩 好重 好漂亮 真的超級漂亮 真的 我認識它的效果 真的 對 整個主要關節就差一點 對 現在不用經常鎖 只要抹大縮小就可以了 對 可能手指乾 鎖就要出了三次 好 在這裡 在這裡 我覺得這個很厲害 還好 像螢光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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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鵝很漂亮 真的像螢光一樣 就像螢光一樣 螢光一樣 像螢光一樣 對 是螢光一樣 就是螢光一樣 然後對